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充 这个嫁入豪门的女人太惨了 忍受着丈夫出轨 不被允许称呼婆婆为母亲 每次从娘家回来必须先洗澡 只因婆婆受不了娘家的味道 为了让儿子与女人离婚 婆婆更是把女人送入监狱 女人名叫沙拉,是名律师 她机智聪明,沉稳冷静 这天是沙拉的婆婆兼律所会长的生日 换好衣服,沙拉来到生日宴席现场 却见家属席没有自己的位置 原来婆婆以位置不够为由 把她调到孙子座的那一桌 沙拉知道婆婆是故意而为之 可她也不是好欺负的 于是叫人在家属席贴上自己的位置 一切就绪,沙拉打电话催促丈夫及时出席 此时的丈夫正在和别的女人缠绵 过了许久才轻轻嗓子 装作边走路边接听她的电话 宴席即将开始 今天是婆婆借机拉拢政府高层 以此获得法学院审批的重要日子 她绝不容许有任何审失 除此之外,婆婆还特别要求 无论什么时候,沙拉都必须称呼她为会长 而不是婆婆 一家人来到宴席现场 沙拉发现家属席账又没了自己的位置 在大家和政府高层打招呼期间 婆婆更是连句话都不让她说 沙拉只能卑微地跟在婆婆和丈夫身后 如同下人一般 沙拉只能抢言欢笑 心里有苦说不出 宴席结束 沙拉来到自己母亲身边寻找慰藉 母亲并不知道沙拉在婆家的生活情况 还以为她现在过得很幸福 母亲的话让沙拉双眼浸满泪水 她不想让母亲为自己担心 便一直压抑着所有悲伤和委屈的情绪 回到家中 沙拉小心翼翼地和婆婆打招呼 没想到婆婆知道她见过母亲 请要她先去洗澡再来说话 否则会有一股卑微小市民的酸臭味 眼见婆婆出言侮辱自己的母亲 沙拉忍无可忍 不明白自己要做到什么地步 才能得到婆婆的认可 婆婆仍是一脸不屑地看着沙拉 要求她先做好妻子的本分 事后沙拉和丈夫说起此事 然而丈夫的态度极为敷衍 只是让沙拉努力去迎和婆婆 避免引起婆媳纠纷 婆婆的百般刁难 以及丈夫的冷漠 让沙拉鼓不堪言 还好儿子的存在 让她在这个冰冷的家中 感到了一丝温暖 正所谓为母则刚 有儿子在身边 沙拉无所畏惧 一日婆婆交给沙拉一个重要客户金某 让她跟进此人的案件 沙拉仔细看过资料 发现金某欲宁这一家正行医院 是个有钱人 但劣迹斑斑 为她打官司风险极大 很大概率会败诉 沙拉想维持自己的胜诉率 不愿接这个案件 婆婆为了诱使沙拉接下案子 承诺在胜诉后 会给予沙拉公司理事的职位 还可以允许她叫自己婆婆 面对诱人的条件 沙拉同意为金某辩护 尽管她知道金某是个恶人 对妻子的态度非常的恶灵 在金某的离婚诉讼案中 原本是金某的妻子强威 控诉丈夫故意伤害自己 还和别人有婚外情 谁知沙拉竟拿出金某的伤害诊断书 声称夫妻双方都有过错 孩子的抚养权应该归经济条件更好的金某所有 实际上这份伤害诊断书 是金某把自己打了一顿伪造出来的 健壮强威的律师开始放大招 她公布了一段金某和别的女人亲密相处的视频 视频显示该女人正是沙拉的婆婆 事已至此 婆婆已顾不上自己的名声 她要求沙拉先设法赢得官司 可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金某因开具非法处方和涉嫌流通为禁品 正在被一位名叫基俊的检察官调查 基俊把沙拉叫到医院 将情况告知她 基俊是个刚正不阿的检察官 某天她接到任务 带领同事们搜查一栋建筑 行动前部长特意嘱咐她 不能去往二楼的贵宾房 基俊一听 确认贵宾房肯定有猫腻 她会心一笑 首先带人进入贵宾房进行搜查 果然找到因服药而昏睡过去的财阀会长 作为检察官 基俊手上有不少嫌疑人的秘密资料 她知道金某的真面目 于是好意让同事透露消息给沙拉 沙拉这才得知原来金某是个同性恋 她根本无法和妻子强威 有亲密接触 正因如此 夫妻俩才会去做试管婴儿 育有现在的孩子 两人结合 实属骗婚之举 更让沙拉震惊的是 官司还没结束 婆婆已经将李氏的职位 给了另一位男同事 而且金某涉嫌骗婚一事 婆婆早已知情 沙拉终于明白 自己永远不可能得到婆婆的认可 这天开始 沙拉决定不再对婆婆唯命是从 她要为自己而活 在之后的庭审中 沙拉故意在强威面前 透露金某是同性恋的神 只要强威把握这一点 必定能赢得诉讼 强威对沙拉感激不尽 随后在法庭上指控金某喜欢男人 金某坚决否认 还当场咆哮 强威忍无可忍 怒斥虚伪的丈夫 看着情绪失控的强威 沙拉内心受到触动 庭审结束 强威大获全胜 沙拉心里因为她感到高兴 谁知一场巨大的风波 正向沙拉袭来 婆婆见沙拉 不再受自己控制 并要求沙拉丈夫迎娶委员长的女儿 好达到自己设立法学院 进一步掌控权力的目的 手段狠毒的婆婆早有了计划 她已把孙子送入国际学校为由 让夫妻俩假离婚 之后骗走了沙拉的印章 再伪造相关证明 让孙子顺利进入国际学校就读 为孙子铺好路后 婆婆报公了此事 把所有责任推给沙拉 害了沙拉需要接受调查 结果假离婚 现在变成了真离婚 婆婆还在离婚资料中声明 沙拉儿子的抚养权归丈夫所有 事件被曝光后 沙拉被捕入狱 婆婆和丈夫却把责任写得干干净净 心狠手辣的婆婆 还阻拦跟沙拉要好的同事 为她保释 丈夫来探望沙拉 劝她认罪接受惩罚 在牢里安分守己 只要她与委员长的女儿结婚 成功建立法学院 她保证沙拉会一辈子 衣食无忧 两人只是没有夫妻之名 但依然可以像原来一样相处 在监狱待了几个月后 沙拉看清了前婆家人的真面目 决心振作起来勇敢反击 与此同时 沙拉的前夫已经开展新生活 和委员长的女儿举行了求婚派对 曾经插足沙拉婚姻的小三 来到派对现场大闹 鸡俊正好撞见这一幕 没多久 小三忽然身亡 被警方判定没有她杀痕迹 声称是她自己乘坐出租车过程中 故意掉下车 然而鸡俊觉得是有蹊跷 决定重新调查此案 沙拉母亲的小吃店里 有位店员看到小三死亡的新闻 也不相信小三会看不开 店员曾在求婚派对上做过兼职 她手机曾遗落在房间里 刚好拍到沙拉前夫和小三的对话 小三不想看着心爱的男人和别人结婚 扬言要曝光两人的亲密照片和资料 小三离开后 前夫派人去抢她手上的资料 母亲从新闻上看到检察官机具 会再次调查小三的死亡真相 于是拿着证据来检察院找她 好巧不巧前夫就在此处 他在高处注视着沙拉母亲 给老人家打去电话 而早前在沙拉的帮助下 拿到巨额赡养费的强威 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富婆 她来到监狱看望沙拉 打算拉着沙拉干大事本集结束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